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整个学院的定位 我们学院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的 最早可以追溯到1923年 后来又是全国首批创立的国际政治系之一 那么这样一个悠久的历史的这个学院 它在培养学生方面 它肯定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这样一个办学的目标和定位的 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大家看到屏幕的中央 这个转体的字叫卓越为公 实际上我们学院就是秉承着卓越为公的办学理念 这个办学理念呢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呢我们学院的办学是紧紧围绕国内外重大政治学 国际政治和公共管理问题 拓展学生的全球事业 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 提高学生服务社会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为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 提供治理和人才支持 第二我们是以综合素质 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为突破口 以部长教学科研领域拔金人才 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实践领域和经济社会领域的领军人才 为学科的核心目标 第三我们也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拓宽社会实践的区调 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政治学类 和公共管理人的人才培养格局 最后呢我们的办学不仅仅是那种自由而无用的 而是要回应时代的需求 国家发展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服务 这是我们的周游围攻的办学定位 那么围绕着这个办学的定位呢 我们给本科生其实提供了 我们自己设定了自己的培养目标 本科生的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学 行政学管理学国际政治国际法 等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 第二是能够在党政机关 新闻出版机构社会团体国际组织 高校科研事业单位企业等单位能够任职 第三呢是能够从事外事外交 对外宣传管理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这是三个培养目标 为了实现这三个培养目标 我们给本科生设定了六个方面的培养的标准 第一是要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 这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是相适应的 第二是要具有扎实的政治学 国际政治学 外交学 行政学 管理学 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那这也是我们学院三个专业的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培养 的知识的培养 第三呢是要熟悉我国的国情 党情 民情 我国的政治体制 决策过程 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 第四 还要了解这个经济社会的前沿问题 能够把握整个世界经济全球治理的发展动态 熟悉重要的国际组织及其运行过程 第五呢要通晓一到两门外语 这个其实在比较早的时候 国政系其实都是有一句老话 叫第二门语系 因为我们是要跟这个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外交 各方面的事务演习比较紧密的一个学院 所以要通晓一到两门外语 要熟练掌握文献检索信息资料的查询方法 能够应习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方法 社会调查 统计分析方法 第六是具有较强的独立和联合科学研究能力 和实际工作能力 能够以创新性的思维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我们的本科生的培养标准 那么这样一个培养目标 实际上是着力在六个方面 第一是政治基础 就是我们的这个培养 是以这个跟整个中国的新时代的教育方针 完全是相匹配和适应的 第二我们的这个具体依据 就是我们设定这些培养标准的具体依据 是来自整个复旦大学的最新的育人目标 就是宽口径 厚基础 重能力求创新 那我们对学生的基本导向是要能够服务国家的战略 能够服务社会的发展 我们在这结构上是要能够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 国际政治是要能够达破学科界限 并且注重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的这种人才 在能力发展上面 我们是希望能够打通第一和第二课堂 所谓的第一课堂就是在教室里面的这种教学 那么第二课堂实际上就是实践 实习创新创业 也鼓励老师在教学方法有各种各样的创新 最后我们特别注重国际化的这样一个能力的培养 我们有全英文的本科研究生的项目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的平台 还创设了青年的外交平台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整个学院在对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上的一些 着力发展的六个方面 第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师资的这个情况 这也是很多考生和学生非常关心的 首先来看我们的师资队伍的几个基本概况 这是最新的数据 截至到2019年 我们学院总共有在边的教师72人 师生比大概是1比7左右 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是69人 占到95.8% 72里面有教授32人 占到44% 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呢我们学院其实有一个学院群 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智库机构负担大学 叫做国际问题研究院 那跟我们学院是属于同一党委 这个学院里面有全职教师41人 其中的部分老师也在我们学院参与 本科生的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 预计到2021年呢 我们的这个人数 教师人数可能会增至到80人 这是我们的一个人才的招聘的一个计划 教授的人数到时可以差不多达到40人左右 能够占到总数的50% 这两幅图呢 就是我们整个学院十字队伍改况的一个情况 那么左边这幅图是这个指称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从指称来看的话 我们学院的这个十字队伍是一个倒三角的结构 其中有具有正高指称教授和研究员的指称是占比最高的 33人占到45.8% 然后复高指称的30人占11.7% 就这个初级的讲师支称的只有这个9人 就是12.5% 而在结构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幅图 实际上70后已经成为我们学院的中间力量 25人 80后呢已经占比非常高了 超过了60后和50后有22人 然后去年开始有第一位90后的这个教师 加入到我们学院的这个团队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年龄结构和十字结构都是非常合理 非常具有竞争性的 而且在梯度上面是非常的有这样一个层次感的 教师当然除了做科研之外呢 还会我们也要对教师的这个教学投入是要求非常高的 我们要求这个大部分的教授和研究员 具有正高之称的包括长江学者 具有各种人才 title的这个老师都要参与到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去 我们33位教授研究员 有28人是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的 达到85% 总共为本科生开设了55门课 人均都要开设两门左右的课程 然后教授和副教授合计63人 为本科生开设的比例达到84% 就是84%的课程实际上是由教授和副教授 给这个各位同学们开设的 那副教授和副研究员总共30人 其中有25人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 达到83% 开始了62门课 人均开课差不多达到三门左右 我们在教学上面的投入 不仅有投入 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设计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五年里面 在教学成果方面 获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我们学院现在已经建成一门国家级的精品课程 一门国家级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有六门上海市的精品课程 十五门校级精品课程 五门上海市重点课程 四门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生英语教授示范课程 这些课程都不是相互重合的 就是他们都是分门别类不同的课程 那么在2018年 我们的学院的整个的办学理念 周游为公 政治学一流专业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由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院的教授 现在也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 陈志敏教授领衔 他首先获得了2018年高等教育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的特等奖 是最高的奖 然后其次又获得了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的二等奖 这个奖项的获得是非常难的 另外我学院的青年老师陈玉丹老师 在2018年获得了上海市人文社科两组竞赛的总代表 其实也就是上海市青年教师的教学竞赛的最高奖项 然后同时他又获得了去全国参加全国青年教师竞赛的一个资格 然后拿到了文科组的二等奖 那这都非常不容易的 静音嘉教授和张平教授副教授领衔的推进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探索 中国与比较公共管理全英文课程的体系建设 也获得了2018年高等教育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的一等奖 这是我们的教学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效 在教学科研水平上面呢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些数字吧 这也是近五年的一个统计 从2015到2018年 我们学院的老师总共承担了纵向课题187项 总金额的资助是3263万 其中有17项是国家级的科研课题 有137项是很像的课题 那么29年呢 一年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获得了纵向课题19项 其中有三项的国家级的课题 资助金额达到了492万 在科研奖励方面 2015到2018年 本院教师总共44人次 获得了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成果奖励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获得过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成果的奖励 那么过去五年的科研奖励的成果合计 就是教育部和上海市的科研成果合计 达到了39项 我们学院除了有新进的教师、年轻的老师之外 还有着非常优良的、悠久的传统 学院真的是所谓这个叫做大师云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学术大师 陈契仁教授 陈契仁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 是首批上海市社科大师的荣誉头衔 也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的获得者 那么陈契仁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 陈契仁教授的这个事迹特别的感人 我就说一个事例 他在80岁高龄出版了八本学术专著 这个事在这个很多学术的学者是都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另外我们的老系主任王邦佐教授 他也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的获得者 也是获得过国务院的授予的突出贡献的证书 全国优秀教授的称号 那林尚利也是原来我们的学院的院长 现在呢他已经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秘书长了 是长江学者 是国家重点学科政治学理论学科的带头人 我们学院真的是人才辈出 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长江学者 国家万人计划 青年靶尖计划 上海社科新人等等 这样一些奖项的这个获得 那么大家如果对我们学院的 这个我刚才讲都是一些结构方面的一些数字了 大家如果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年龄段的 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的老师 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码 关注我们学院的官方的这个主页 包括教师的这样一个主页 每位教师都会在里面 有自己的照片 有自己的这个开设的课程的信息 最近发表了论文的信息 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 这个去关注 三个方面呢 就是同学们可能最关心的 就是你来到我们学院之后 会获得哪些教学的资源呢 是不是只是有上课呢 其实大学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个教学和高中 其实差别挺大的 我给大家稍微介绍 首先给大家了解啊 我们现在是大类招生 所以呢 实际上大一的新生啊 来到学院之后都会进入到社会科学实验班 那么社会科学实验班呢 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学院 还有隔壁的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那我们学院的专业呢 主要就是政治学与新政学 国际政治行政管理 这三个本科专业 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呢 会进行这个大类的专业分流 这个时候学生可以自由的选择 这三个专业还是进入到社会 社会学专业去 那么每个专业的基本的课程和培养的方向呢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政治学与行政学呢 是偏重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的 包括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政治学的基础理 一些基本的基础理论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比较政治制度 中国政治思想史 西方政治思想史等等类似的课程 国际政治就偏重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 这样一些 这个 基本的这样一些这个课程 包括国际政治理论基础 国际关系史研究 国别地区研究 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研究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等等 行政管理呢 就偏重比较实务的决策和管理方面的 这样一些培养 包括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 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公共管理政策的方法与技术 公共管理与政策的前研究等 但不管是怎么样设计这个课程 其实我们每一个专业都是从理论 到历史 到政策 到国别专题 到方法论 这样五大主体的这样一个 培养的这个方向和这个专业设置的方向 在这个学科评估方面 国际关系 在1988年就已经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到2002年 政治学理论又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2009年公共管理的一级学科 在教育部学科评估里面 位列全国第一 2009年的时候 政治学的一级学科 被评为全国第三 到2011年 国际政治专业又被评为教育部的特色专业 到2012年 新一轮的评估里面 政治学已经从第三上升到第一 公共管理排名第七 在2017年最新的评估里面 改变了排名的方法 政治学被获得了A加的评估 公共管理获得A减的评估 公共管理的A减评估 其实也是A类 另外公共管理的 整个是偏重实物的 而且我们的公共管理 是在我们整个学院内部的 一个学科方向 它不同于很多参与评估的 其他的这样一些 比方说清华大学 他们是有整个的公共管理 这样一个学院 我们其实是一个系 跟别人的一个学院 甚至多个学院进行 这样一个评估的比拼 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在公共管理方面呢 我们有一个实验室的建设 这个在文科里面是非常少见 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智慧治理实验室 和公共决策实验室 那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面 左上角就是郑里教授 实验室的主任郑里教授 在给大家讲授这个智慧 智慧治理实验室的一个工作的方法 它这里面有四个平台 包括数字治理 电子证物的实验平台 政策仿真与绩效评估的实验平台 中国外援绩效评估 与海外利益风险评估的实验平台 风险管理 专面推演于危机应对 绩效评估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这四个方面 实际上跟现在的疫情时期的 中国的应对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包括我们现在这种 用电子证物 包括这个风险的管理 危机的应对等等 都需要大数据的方法 都需要智慧的这样一个管理的方法 智慧治理的方法在里面 所以现在我们学院的 整个的这样一个办学 是非常贴近现实的需要的 那么在这个 这里有一个智慧实体实验室 他们有自己的公众号 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可以关注一下 他以往的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实验室里 投入了大量的 现在非常现代化的一些 这个新潮的一些 这个硬件设施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到复旦 可以有希望 这个希望报考我们学院的话呢 可以来这个实验室里面参观 我们免费给开放给大家 给大家介绍 那在我们的对本科生的培养方案上面呢 我们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 这样一个在课程设置上 四个方面的一个能力的培养 第一个非常强调基础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一个专业 我们既不是非常应用型的 又不是纯粹以人文性的 而是应用性和人文性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既要强调理论的基础 又要强调这个社会实践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培养方案里面 是强调了四个方面 一个是理论基础 一个是教学实践并重 第三是学术的科研能力 最后是国际化 理论基础里面呢 这个系统的 我们会给学生有系统的专业课程的设置 希望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本科的 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 形成本专业特有的思维方法 具备熟练的专业分析能力 另外呢 学生通过研读经典 可以深化学生的理论素养 通过方法论课程的学习 加强学生对于知识的应用能力 另外呢 我们在第一课堂第二课堂里面 会这个相互的这个连接 是教学和时间并重 可以通过给学生提供社会调查的机会 国际组织实习的机会 基层政府机构实习 参与青年公共外交等 这些机会和方式 让学生更加了解社会 能够参与外交的实战 提高公共决策的能力 另外我们在 也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 这个学术科研能力 我们有两个特色的计划 一个叫做春风话语 一个叫新火计划 春风话语其实就是 本科生的全员导师制 这是很难做到的 在十字笔一笔七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给每一个学生都配了 一位这个叫做 本科生的学术导师 如果在学术课研方面 有任何的需求 学生是可以找自己的导师 交流和沟通 那么新火计划呢 是老师的课研项目 会定期的在学院发布 学生 我们会给学生一定的资金支持 来加入到导师的 这样一个学术课研的 这个计划里面 尽早的了解这个课研 的实际过程 在国际化 国际化方面 学院实际上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们有专门的国际化的办公室 国际教学的办公室 我们还跟海外非常多的著名大学 都建立了非常稳定广泛的 实质性的合作的交流关系 包括乔治华盛顿大学 牛津大学 巴黎政治学院 多伦多大学 40多所知名学府 我们跟巴正还有一个研究生的 这样一个项目 那在职研的时候呢 本科生其实都可以选择 巴黎政治学院的 这样一个职研的项目 那么我们每年大概有 近三分之一的 这个再读的本科生 是可以参与到 这个海外交流的 这个活动当中去的 另外在培养 具体的培养方向上面呢 我们这个 福大大学现在是做了一个 2加X的培养体系 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 那么这个实际上 不是我们学院的 这样一个培养体系 而是整个这个 福大大学 他现在做了一个 最新的培养改革 这个本科生的教学改革 那这样一个改革的话呢 实际上 是和每一个学生的 这个2020级 来的这个本科生 他的这样一个 就会适用这样一个 全新的培养方案 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2加X 2加X的2呢 主要是指的 两个方面的课程 一个是通识教育的课程 一个是专业培养的教育 这个课程 因为福大大学的教育理念呢 就是要有通识 要有专业 我们也是作为国际 这个国际关系公共事务学院的学生 也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的 通识教育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 通识核心的课程和专项教育的课程 这都是必须要满足的 那么我们在进到专业之后呢 要学习专业培养的课程 包括大类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所谓大类基础 因为我们是大类招生的 就是说在这个大类里面的学生 都要学这些基础课程 那还有就是你进入到更细小的专业之后 更精细的专业分类之后 要修读这个专业的核心课程 X呢 就是给了学生更多的多元发展的这个目标 你可以选择在本专业中进行专业进阶 也可以选择在跨学科方面进行发展 比如说你是政治学专业的 你想对法学或其他的 那么你可以选择跨学科的专业发展 你也可以选择辅修学士学位 也可以选择创新创业 这都会实质性的体现在课程设计 和这个叫做通识核心课程之后呢 再进入到更细小的专业里面 我们就会设置更细的专业进阶的模块 比如说政治学与行政学这个本科专业 它有两个专业进行的模块 第一个是比较政治 也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体系的一个比较的研究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研究 就中国政治 这两个模块里面都有相应的足够多的这个课程 让大家能够进行学习 国际政治呢 那它是专业模块 一是地区国别研究与外交的这个专业模块 那第二是全球治理的专业模块 行政管理呢 是公共管理创新的专业模块 和比较公共行政的这个专业模块 另外这个跨学科的发展路径 辅修学士学位的发展路径 创新创业的发展路径 那这个呢 我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 那这个是学生来到这个大学之后呢 他都会这个会了解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也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培养体系 不仅仅是我们 我们强调一下 不仅仅是我们学院 是整个学校的这样一个培养体系 我们这个给本科生的开设了非常多的课程 足够多的课程可以这么说 那个课程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2019年的时候呢 本院总共为本科生开设了160门的课程 如果不含二专的话 不含第二专业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结构 右边这幅表格里面有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在基础教育课程里面25门 专业教育里面49门 通识教育48门 多元发展的课程35到56门 总共的学分是157到178 国际政治基础教育22门 专业教育53门 通识教育48门 多元发展35到56门 行政管理31门基础教育 42门专业教育 48门通识教育 35到56门的多元发展的课程 那么当然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政治学与行政学和国际政治 这两个本科专业 在毕业的时候是拿到了法学学士学位 行政管理专业呢 在毕业的时候拿到的是管理学的学士学位 所以他们在课程设置上和 这个叫做总学分上 会有一定的细微的差别 另外在国际合作的发展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 我们在全球 很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 都有非常紧密的这样一些联系 这些大学包括乔治华盛大学 牛尼大学 巴黎政治学院 柏林自由大学 伯克林大学 日内瓦大学 隆德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 清英大学 研设大学 大家如果对国际上的学校 这个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就知道我们这里全都是非常好的大学 结果就是学院的本科生每年初访交流的人次 约占总学生人数的总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近十年来 学院本科生 毕业生到海外高校 继续深造的比例 也差不多是三分之一这样一个水平和比例 那么在出境交流方面 学院是不断的拓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人才和影响 这也是这个响应国家的总的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发展战略 不仅仅是加强跟发达国家 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联系 也现在不断的拓展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 这个联系的这样一个渠道 每年出境交流的学生高达300余人次 国际学生呢 在我们还注重非常注重国际学生的培养 2019年整个全院 有582名在读的学位的这个学生 其中有107名的外国留学生 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 约占这个科学学位学生总数了18% 那么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来源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幅图 欧美地区67人 亚太地区58人 我国港澳台地区32人 另外呢除了这个国际交流方面呢 我们还非常注重实践教学 我们的实践教学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一个是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 因为我们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进水楼台的这样一个条件 我们在上海本地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实践教学的基地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重对中西部地区的这样一个 调查研究的这样一个教学 实践教学 包括我们在现在在四个地方都有这个精准扶贫的这样一个调研项目 我们在新疆也有一个合作的这个边陲地区也有合作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这个基地平台 包括中部地区 另外呢我们在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啊 包括这个世界其他地方发展中国家的地方 也有一些这个更多的实践的这些平台和这个渠道 我们的总的这个这个建设的要求在实践方面 就是一个是创新课程实践 就是在教学方面在课程里面 另外呢我们鼓励学生参与资政的这样一个服务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是发展公益创新创业的教育 最后我们打造青年外交的全球品牌 我们等会会分别来给大家讲 另外我们在还持续不断的进行教学方面改革 我们首先在这个学校2加X改革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人才的一个学程 率先开始了这个国际组织人才的学程项目的建设 开设了五门全英文的学程 共全校的学生在选修选读 另外呢我们还申请设立了全球治理的本科专业 提出将荣誉课程学程建设 全英文课程进行三维一体的介绍建设 最后呢我们是有非常有实力的一个第二课堂的一个建设 而且是把第一和第二课堂打通进行建设 下面一个方面呢是关于 也就是第四个方面是学生的发展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学生教学的一个成绩 我们的生源情况近三年来 每年招生的本科生的规模大概是190人左右 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现有的在校的本科生大概是582人 这个生源的专业的这样一个比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国际政治的人数是最多的 占到56% 然后这个行政管理其次占27% 然后政治学与行政学的人数最少占17% 那么582人里面政治学行政学的专业大概96人 国际政治327人 行政管理159人 这是全部在校的 那不是一年的 在就业方面 我们学院的学生的就业是非常 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2019年的毕业生的就业率是97.7% 为什么没有百分之百呢 有一些学生他不选择就业 那么实际上我们是 其实是我觉得复大大学的学生毕业出去 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家长们绝对不用担心就业的这个问题 只是你选择一个在什么方面进行就业 其中有继续深造的比例就达到70%以上 然后国内升学的比例 跟海外去学的比例其实差不多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31.5%的是出国出境的 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例了 国内升学是40% 直接就业26.2% 还有11名同学每年都有 11名同学响应了国家支援西部发展的号召 前往西部进行就业 那么就业率是保持一个高水平的 大家看到有一些波动 但这个波动其实非常微小 也就是从95%到97% 这样一个2%的区间的这样一个波动 基本平均水平大概在96%左右 另外呢我们有5%的学生差不多会选择 做这个选吊声 去中西部地区进行就业 可能很多学生或者家长会更感兴趣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偏重政治学 公共管理方面的这个学生 他毕业以后去哪些部门呢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如果直接就业的话呢 大概就是这样一些方面 其中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性质的原因 公务员的比例是最高的 达到18% 其次呢就是金融银行 咨询公司 快计事务所 快销公司 互联网 教育科研事业 房地产公司都有 实际上复旦的学生毕业之后 大家不用担心 他的这个每一个学科的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 他的这个就业的方向 只会有这个略微的差别 大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 我们注重基础理论 只是通识教育和这个专业教育的结合 其实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胜任 我们是这是我们的培养目的 那我们哪些最著名的具体的雇主 对我们最感兴趣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著名的 一些企业 像腾讯阿里巴巴 然后中国烟草 对吧 然后各种银行体系的 一些这个快销产品的 强生阿迪 对吧 都有 然后当然我们因为是这个 国际政治系 所以有这个外交部的 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我们现在对本科生去中央部委 中国中央对外联罗部 中央部委进行就业 去 这个 我们会提供一定的支持 也会帮助推荐和联系 这是我们这个就业的 这个历年的过程 那么总体的这个情况 大家也看到 在继续深造类里面 大概60%的学生 其中是25%是直演的 然后另外23%是 这个出国读书的 只有2%的学生会选择考研 然后他们去的这个方向 可以看到 有86%都会选择 在富兰大学继续深造 当然也有4%的去到北大 2%去到清华 有去人大的 社科院的 外交学院的等等 然后出国的 大部分的 当然都是选择美国 其实42%都是在美国 18%在英国 4%左右在中国的香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 那么毕业生呢 出去就业之后 那么我们到毕业生 到底质量怎么样 那么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雇主的评价了 那么比较有意思 就是QS这样一个排名里面 它有一个指标 就是雇主评价得分 我们可以看到 富兰大学的政治与国际研究 这样一个学科 实际上就是我们学院的这个学科 它的雇主评价是非常高的 平均都在80分以上 最高的曾经达到这个整个排名的13名 84.8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从2015年到2021年 这样一个QS的雇主评价的得分 是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稳定的这样一个水平的 这些是我们的有代表性的优秀毕业生 像张雪盈 她是2017年的G20青年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然后张斌呢 她是获得优秀士兵的称号 龚承舟她是中国首批的罗德学者 袁子成是入选了瓷光阁的实习计划 汪欣宇就更著名了 她是江苏卫视一战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的冠军 这都是我们这个近几年毕业的这个 那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教学特色 那我们在实际上经过多年的这样一个摸索 每年都会不断的去推陈出新 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理论 加方法加中国研究这样一个三合一的这样一个课程结构 然后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 我们有非常多的制度和约束 包括教研室制度 任课教师的相互听课制度 全员学术导师制度 国际组织的人才的这个一个建设的制度 我们这个坚持启用结合 要实现第一第二课堂的无缝对接 这个我刚才讲了很多遍 这里具体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在课堂在第一课堂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嵌入了非常多的实践的这个环节 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度这门课 要求这也是国家级的这个精品课程 他要求学生要能够完成一个时间这样的报告 电子治理这门课呢 要学生完成一个创新服务的设计 那么老师呢会把自己课堂学到的东西呢 会加以延伸 然后指导带领和学生指导开展一些这个相应的调研的 和社会服务的这样一些项目 另外呢我们学院还自主创新了一些实践项目 包括YRCGG 这等会儿会详细介绍 就是叫做青年全球治理创新世界大赛 还有蓝沧江YRCGM 就是蓝沧江湄公河的这个玉树夏令营 还有国际国政务史的师生政治理论学习平台 结果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近三年浮化了创业团队六个 以师生共同打造的上海地方特色文明 这个学生来了之后就知道叫烟毒仙 是一道菜 这是一个沙龙 它是一个跨界的一个沙龙 校园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 致力于解决一些公共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另外呢我们有四个国家级上海级的上海市的智库 我们有学生逐笔的资政报告都获得过政治局常委的批示 包括一带一路 新疆内高班宗教问题和港台青年营救 其中这个新疆内高班的这个项目就是我知道的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清楚 我们近两年文科在获得挑战杯的这个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近两年我们在全国和上海的挑战杯中都获得过奖项 去年我们刚刚在全国的挑战杯中获得了一本奖的大奖 这也是文科获得的文科组获得的最大的这个奖项了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促进国际化进程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们现在正在整合全校的不同学科 想筹办一个中国研究方向的全英文的本科项目 这在筹办过程中 另外呢这个我们也在全校率先建立了国际组织的人才学成 然后我们也申请了全球治理的新专业 与这个外文学院现在合作培养 熟练掌握第二外语的国际组织人才 这都是响应国家 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青年全球治理创新大赛 它已经在有四次在海外举办赛事 然后呢这个大赛这个学生自主创新自己主导 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这个比赛项目 国际性的比赛项目 它与93个国家和160余的大学建立了国际协作的这个网络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每年这个在政治学习方面 我们又建立了一个国争务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品牌的这个课程 现在已经举办了38场讲座 每年会发布10到15个相关的研究课题 另外这个YRCMG方面是这个蓝仓江湄公河的这个治理 它已经成为这个叫做外交部水利部教育部的这个肯定 已经列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16个重点项目 选送了中宣部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特色项目 实际上YRCGG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与复旦大学联合发起的一个青年全球治理创新思维大赛 是由我们学院承办的 而且这个承办的过程可以告诉大家 几乎全部都是由学生自主承办 就是我们只是提供一些外围的支持 学生自己设计 自己这个参赛 自己组织 这个它是到2019年5月份呢 总共吸引了51个国家317名选手报名 最终我们选拔了39个国家的76名选手入围 那么YRCM CGG的这个秘书处机构 就是全球治理清潜发展中心 就是由我们学院指导创立的秘书处在日常运行 由学生团队自己负责 体现了这个学生自主创新 和这个自己主导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宗旨 那以上时间差不多 以上就是我们非常粗浅的给大家介绍 我们下我们学院在教学科研师资等等 学生的培养发展等等方面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数据和基本的这样一个特色的项目 希望大家能够报告我们学院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学院 我们学院的一个 大家看一下我们学院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院徽 就是国争务事周月为公 希望大家能够 这个EUE的成绩 考入分大学 加入到我们学院里面来 谢谢大家